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接招的任务挑战 那让我们现在就去往草坪吧 来到这里是让我做一个挑战 摆了这么多的杯子 你们是要做什么的挑战 而且怎么四下无人 高手们呢 高手们在哪儿 好像从远处走来了 这四下无人都在哪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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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常帅气的四个人向我走来 感觉有点来者不善的意思 你好 您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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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丁宁老师 李宁公司的各位设计师们大家好 我们现在的位置是李宁园区内的草坪 今天在这里各位将共同完成一个乒乓球积分100的挑战游戏 挑战的规则为五人依次用自己的法宝击打乒乓球到水杯中 不同水杯对应不同的分数 达到100分即为挑战成功 各位老师 我们五个人共同有50个球的机会 哇 这是不是有点太难了 太难了 一个人50个球吗 对啊 是不是一个人50个球 还是所有人50个球 我们是五个人一共50个球 我看你们每个人好像也都有自己的一个法宝 要不然我也先把我的法宝拿上来 我的法宝不用讲 肯定是乒乓球拍嘛 不知道各位的法宝都是什么呢 亮出我们的法宝 因为这些都是我们设计灵感 就是启发的一些小刀具 平常喜欢古典音乐 所以我准备的是一张大提琴的CD 好 我平时都是用iPad画的 然后所以我就做了一个iPad 为什么不拿真的iPad 就是模拟一下是吧 很有创意 我平时因为工作压力比较大 所以画图之余 比较喜欢看书放松一下 所以我带了一本书 我的这个就是我平时做图图 经常用的一个数绘版的一个控制器 各位老师就是因为为了增加我们游戏的难度 丁琳老师需要选择一位设计师交换你们的法宝 交换自己的法宝吗 你的难度提升了 那我觉得唯一一位女士嘛 然后要不然我就是把我的这个法宝借给你 然后我们互换一下 对 我就选这个吧 好吗 好的 其实我觉得我们先应该观察一下 他们这些杯子里面应该肯定是不一样的嘛 分数不一样 X是什么 那个是X 直接是归零 归零 但是你看到了吗 它旁边是100 明白了 但是这 我想问有一个里面是没有画的是什么意思 那个是没有任何分数 不加也不减 哦 主要这个是看运气了 那我们就开始吧 好嘞 丁琳老师正式开始 你需要把那个CD拆开直接拿关盘 你们 我就想他们不会这么给我这么友好的一个 进楼了 多少 加10 好嘞 那下一位 我觉得可能不能同自己这边 就是要直接往那边打 直接往那边打 你可以轻一点 因为你有弹性 这个球派很好 哎呦 哎呦 这个很高 这个 这个 这个多难啊 加10分 太厉害了 而且它旁边就写的加10分 玩10分 加10 加10 对了 哎呦 又有了 啊 哦 虾10 对对 哎 虾10 你是 哇 虾10 这句 这句 啊 多少 x x x 等会x为什么是清零 是加号不是X号 是加号 各位老师全场清零 不管是什么号 它不是归零号 听听老师 我们的加号后面一定会附带着数字 对 那这样吧 我们归零可以 给我一个机会 换一下我的法宝 好的 丁丁老师给你一个机会 我们大家把之后的机会 都给丁丁老师好不好 我们来给丁丁老师加油 加油 毕竟刚刚是我打到了归零 这个应该我来完成 那边是不是100分 对它四个角落都是100分 3 3 3 2 我进了 我进了 厉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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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的 已经达到100分 恭喜各位完成本轮游戏挑战 辛苦丁丁老师 我们的四位谢谢 开心 开心 接下来请丁丁老师拿一下下一关的任务卡 好的 让我来拿一下任务卡 谢谢 任务二 请去往李宁门店 与神秘嘉宾及三位顾客完成 乒乒乓乓请接招任务挑战 哇 看来我们又 我要去到门店了 OK 加油 加油 下次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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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就跑着去了 拜拜 哪一位顾客是比较适合和我一起做挑战的呢 可以 希望我们一会儿一切顺利 其实我一方面是来到这里寻找自己的合作伙伴 还有在现场会有一位神秘嘉宾 但是 现在不知道这位神秘嘉宾在哪里 还是要去问问导演组吧 导演组 导演组 神秘嘉宾也是一位运动员 运动员的话 不会这位神秘嘉宾就藏在摄影组这边吧 我们看一下 猴哥吗 这不是 哈喽 哈喽 现在我们也是已经极其惊天了五位参加挑战的伙伴 那导演组我想问一下我们的挑战今天到底是什么呢 接下来各位将共同完成障碍运球的游戏挑战 我们在门店中设置了一个路线 大家需要用不同的勺子运球 在运球的过程中成功穿戴一件我们李宁品牌的服饰 乒乓球全程不掉落即为挑战成功 我们就五个盲盒 我们就分别站在五个地方 一二三四五五个数字 有没有自己喜欢的数字 我挑二吧 我觉得二是我的幸运数字 好 我来第一位吧 猴哥要不然你手舞吧 对 那我就第三个吧 那我第四个 好 那我先站在这里 那我们是自己的位置 开启今天的挑战 竟然是一把勺子和一件衬衫 丁丁老师 您穿衣服必须要站到我们路线图的方块上面 我完成了任务 丁丁老师需要扣上扣子 扣上扣子 这个可还行 还是需要点水瓶的路 没问题 好 不会吧 这 快打开你的盲盒 等一下 你别动 好 好 慢一点 慢一点 关心这边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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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让我看一看 一个勺 还有一个拉链的长袖的外套 我先接你这个桥 慢一点 哇 对 然后对 然后慢一点 对 好了 完美 好了 一场好 厉害厉害 拉上拉链 天哪 这边拉住 慢点 一球 可以 非常安全 可以了吧 可以 请打开你的毛巾 好嘞 这是什么 天哪 今天游戏可能会在我的手里 等会儿 这不是勺子 这不是勺吧 一切解释权归导演组所有 慢慢给 你慢慢给 小心 你要稳住 我就刚想讲 球凋落 请重新交接 这个有点难度 这根本就不到 我们是一个团队的 我可以接替这个女士 你太好了 他必须允许 他必须允许 他没有什么权利 也说不允许 你到我的五号位 我来接替你的位置 好 可以 先拿勺 拿勺 你的勺子放在那就行了 你别动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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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 完美 完美 恭喜大家完成了本关的游戏 对 我们现在大家穿搭 都好奇怪 就是不规则 混搭 混搭 耶 有请丁林老师来领取我们 下一关的任务卡 还有任务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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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的任务 加油 好吧 为什么是一个空白的任务卡呢 您现在所在的里宁门店中 才有四块拼图碎片 您需要找到这四块拼图碎片 拼在您手中的任务卡上 才能开启本关的任务内容 什么样的碎片 对 这个没有任何提示 就是空白 那现在就开始寻找我们的拼图碎片吧 我想他们应该还是会把它放在衣服的一些地方 看看兜里 真的是有可能 找到了 刚刚我有摸到 哇 漂亮 就是这样的东西 这回知道了 这回知道它厚一点 李宁门店要厚 有的时候最危险的地方 就是最安全的地方 第三块拼图我们找到了 还差最后一块 这包太多了 李宁老师 您现在有一次求助的机会 导演组终于在这个时候 还是体现了你们的人性化吗 非常好 有点雪中送炭的意思 对 李宁老师选择求助吗 当然选择求助 在这个手机中有一位联系人 他会告诉您最后一块拼图的线索 请您告诉我最后一块拼图的线索吧 最后一块拼图碎片的线索是经典 嗯 他说啥 他说最后一块拼图的线索是经典 是经典 是经典 经典是什么 是不是经典系列的衣服呀 你说的有道理 任务三 请去往指定地点 找到X先生与X先生共同完成 乒乒乓乓请接招终极任务挑战 那我就去往下一个挑战地点了 找X先生吧 OK 谢谢 好谢谢 谢谢你们 好 加油 哇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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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